文章来源 Mua 美国之音 北京当局贫寒做大做强国企之际 数家大型地方国企近日再传出财务造假 并遭中国证监会处以行政财法 对此学者分析 中国国企长期未完成中央制定的绩效 而编造假财报不令人意外 但国企品出包恐涉高层内斗或跟财务缺口太大 瞒不住有关 专家警告 国企等上市公司的财务风暴 若持续延烧 代表政府和市场的就是功能同步失灵 恐衍生更大的金融危机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司司长郭瑞明 6月6日发布达记者问称 根据护身交易所4月底新修订的股票上市规则 今年将延成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 目前已查出7家公司财务造假 但未达退市标准 除处以行政财罚外 也标记为特别处理 已向投资人充分警示中国A股的相关风险 北京罕见纠举问题国企 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至少有6家国企被标记ST特别处理 包括在辽宁省的锦州港公司 因4年虚增营收达86亿人民币 而于6月3日被勒领停牌一天 股票简称变更为ST井港 复牌后则为ST井港币 股价杀得近10万的中国股民 措手不及 而深圳国企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也早于5月中阴连续5年 财务造假而被标记ST 特别处理 此外福建平潭国企海峡创新 河北邯郸国企汇金股份 浙江国企国瑞科技和新疆国企中泰化学 都接连遭监管 另据中国证监会的郭瑞明指出 沪深两市自今年以来 共新增99家上市公司被标记 其中44家遭风险警示为ST 55家遭退市风险警示为新号ST 前者不至于直接退市 后者则符合一定条件 有很高比例会退市 对照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6月4日 才与全国政协常委会上誓言 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做强做优做大 这一波因国企造假 披星待贸 而被割韭菜的40万中国股民 恐百感交集 国企造假财经博主痛斥 锦州港被标记ST后 国企造假一词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并引发中国财经博主圈 开始唱衰国企 财经博主陈志豪发文称 大A股几乎成了地雷阵 国企都敢财务造假 投资者已经不敢相信谁 另一位博主股市东方红也说 基本面好的也不敢保证是真实业绩 暴雷依然有概率且随机性 就连国企也不算免死金牌 财经博主西流竹海分析称 内部控制缺陷是国企造假重要因素 导致管理层能轻易进行财务操作 且融资性贸易也被用作掩盖真实收入的手段 随证监会政策监管力度增强 国企造假依然根深蒂固 对于国企先造假风暴 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员认为 有两大可能引爆点 一是国企高干内斗 刻意吹哨情报打压一击 如发白色黑寒来打击中央的人马 二是国企财务统的动力想象大 中央想借此风暴 将国企高干全体换血 中国国企改革反其道而行 叶耀员说 中国国企官僚采去中心化的财报系统 一操弄数据 中共高层也深知其财务漏洞 但通常会选择遮羞 不公开化 以免打击股民对国企的投资信心 或国企的内部士气 并波及中共执政团队的信赖度 叶耀员告诉美国之音 全世界国企改革就是民营化 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监督 中国反其道而行 它的改良是让国有企业更国有化 让共产党的手伸的更深 那其实不是改造 只是讲讲垃圾化而已 中国国企是不可能会变好的 上下交香贼 自己监督自己 一定会腐化 正确时报6月4日也分析 国企财务造假的特征是 无实质贸易和并购子公司爆雷 通过资金自循环和提前确认收入 吹大营收和利润泡沫 以深圳国企特发信息为例 此公司特发冬至 为了完成业绩承诺 通过跨期调节营业成本 虚构业务等方式 虚增收入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 助研究员王国泽分析 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模式 主要以美化存货和应收账款数据为主 以规避账面负债 其目的有三 一是把蛋糕做大吸引韭菜股民的资金 以改善内部财务问题 二是美化绩效争取升迁机会 国企高阶经理团队 已有极高比例转往中央任职 三是达成国务院定出的 国企资产负债三年降 2%的目标 据中国财政部5月6日发布的统计 国企营业第一季总收入同比增长3.2%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8% 资产负债率65.0% 虽上升0.3个百分点 但仍符合中央目标 习近平推国进民退催化国企腐化 在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吴色志也同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年大推国进民退路线 让国企承接更多中央任务 促使高干趁势争取政治晋升机会 或累积影响力 以获得更多中央项目的支持 也导致绩效灌水 偏锋行之有年 他说 中国国企的人事安排 取决于党政关系 其内部人马的权力结构复杂 也常年存在贪腐和权力分赃的弊病 且国企效率低 无竞争力 也常被外界诟病 吴色志指出 国企造假 反映其根深蒂固的贪腐 因此 重拳改革 恐引发既得利益者的反扑 加上中国经济近年严重内卷 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压力也大 都让北京政府解决国企问题的能力 深受质疑 他说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时 国企的资金流向 财报篡改等资金问题 在充裕的财政或多元融资工具的支持下 其造假惯性亦被掩盖 但经济下行时 难度就高了 他认为 习近平现空采观望态度 并故意凸显国企财务造假 以让问题国企自生自灭 一如他一度持位出手挽救方式 任其泡沫破裂 但他说 这也凸显习近平缺乏解决市场失灵的 金融工具和财政能力 后果将是民间资本或海外资金的收手 不再投入热钱刺激经济 即便发行特别国债 也只是左手坏右手 政府和市场就是功能双失灵 恐闲金融风暴 吴色智告诉美国之音 国企对金融风险的压力 比房地产更加严重 一旦政府失去了调节功能 市场又失灵了 国企牵动的 就是这两股力量的失灵 以及 政府没有任何的积极救治作为 市场没有自我调整的空间 可能衍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这对全球来讲 冲击其实是会非常严重 针对资本市场的整顿 中国国务院在4月12日发布有关监管防范风险等若干意见中 包括加大退市监管力度 应退进退 被视为股市的新国九条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渴望引导在A股上市的公司 幽禁列出 不过 王国臣认为 这只是口号 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卿上来后 IPO上市的监管是趋向严格的 而这个坑这么大 是不是吴卿能够处理的 我是打问号 如果北京当局愿意处理这事的话 美中的会计谈判 中概股审计协议就不会搁浅了 随着中国上市公司遭风险警示区常态化 退市个股恐增加 对此 业要员分析 连A股国企都造假 对投资信心的打击很大 股民自然寄予 撤出资金 中国股市短期恐震党 不过 他预期 中国政府可能通过白道做法 用外汇存底护盘 避免股市持续探底 让股价称在要死不死的水平上 又或者祭出较黑的手法 如禁止抽资 封锁股票 禁止散户卖股等非市场经济禁令 他直言 中国的韭菜股民投资的股票 不单是崩跌 恐连资金都造清零 请不吝点资金